从前有一个山床,叫孙孝床 因为这山的顶部被马踏平了 所以就叫马踏床 孙孝床是六三二十的一个分支 坐落在霓虹 是霓虹天荒的度假身体 山里有许多奇形怪种的生物 像孙狗、孙哥、袋袋大石熊、抽象等等 山里还有一对母女 女儿叫霓虹那么大婶 另一个是她的干妈 因为不知道干妈的真实性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叫她霓虹那么大婶 干妈的 她们是专门帮天皇看管口吐风房的屋馆 这口吐风房可不一般 支撑房子的房柱是巴不得踏实 建筑材料用的是全霓虹最好的材料 建议枪壁、防火、防震、防一切 母女平时就住在口吐风房里 因为孙孝床位于新京市的一个偏远地方 交通不便 母女就在建议墙壁边上开墾了一块平地 叫库月庚平 全称就是建议墙壁库月庚平 平时就在庚平里种一些梗 用给爷爬松地去抽象神经 取水杠杆自给自主 但有一些抽象螺子在尝到梗的甜头以后 就天天跑来偷梗 母女给他们弄的那叫一个房啊 怎么办呢 母女思来想去想了好久也没办法 只能用天皇赤下的我不知道了 一天抽象螺子又跑来偷梗了 母女全副武装 一个拿着我不知道一个拿着给爷爬 穿着网恋脚服就散去搏斗了 一阵打斗之后抽象螺子不敌给爷爬 落荒而逃 留下一地的螺丝 但母亲因为年龄大反应更慢 身受重伤 网恋脚服给顶出了一个大洞 女儿听说抽象螺子的肉有疗伤效果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起码用减八千把螺肉串起来烤给她母亲吃 但等螺肉烤熟的时候 干妈早就厌弃了 从这以后女儿就疯了 我真傻 真的 大神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接着说 我当然知道螺子在山油里没食吃 会到口鼠芬芳里来 我不知道会来得这么凶 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 全副武装 叫我干妈坐在门槛上守着 她是很听话的 我的话继续听 她出去了 我就在屋后劈柴 掏米 准备掐饭 没想到螺子就来了 我俩都是糯泥子 只能拼了 后来干妈就给顶了个大洞 她肩着便是屋叶 说不出成绩的话来 只听见神神叨叨的 什么 你没事了 你没事了 昨天天 我坐在了个大洞 没想到 还有哪个小洞 没有什么 有可能 我老是 我应该来 感谢观看